巴黎 9月29日星期天 初秋的阴雨天 一条沿着拿破仑行宫 蜿蜒好几公里 看不见镜头的队伍 平均长达6个小时的等待 为的是向9月26日过世 享年86岁的 习哈克总统遗体制衣 对于一整年来 几乎周末 集体上街抗议示威不断的巴黎 这是一股不寻常的人潮 从1968年起踏入法国政坛 习哈克曾是1977到1995年的 巴黎市长 是1995到2007年的 法国总统 他的声音是半世纪以来 法国人所熟悉的 背景原生代 他身上有所有法国人的矛盾与骄傲 他代表了法兰西古典与现代的结合 就连前夕世代的年轻人都对他充满好感 慢慢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标志 于是法国人不分世代不分年纪 在属于元首贵宾们参加的隆重国葬前一天 他们在英语里 向这位法国第五共和最受欢迎的总统告别 好几位曾经与他共识的部长 也自愿地和民众一起排队等候 怀念他的 不只是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 还包括和他不同党派的 现任巴黎市长 习哈克赢得的是对手的肯定和尊重 当他当他当了一位国家的力量 为我们保护不正的战争 当他当了一位 在发生环境的预警 而在连续我们的职业 当他当了一位国家的力量 当他当了一位国家的力量 为保护我们的国家 在2001年911恐攻事件之后 习哈克不愿意追随美国 更具攻击性的国际政治路线 他拒绝加入小布希总统 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在他的坚持下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德威尔潘 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言说 法国要求美国在进行任何军事干预之前 必须先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背书 并且与德国和俄罗斯形成共同阵线 抵制美国入侵伊拉克 当时全世界有44国支持美国进攻伊拉克 习哈克的反对 引起英美媒体的强烈抨击 do you not think that your repeated vow to veto has emboldened Saddam Hussein France is not pacifist we are not anti-american either we are not just going to use our veto to nag and annoy the US but we just feel that there is another option another way a less dramatic way than war 而我们必须走那路 我们必须追求它 直到死的结果 但这还没有犯法 希哈克向美国说布的勇气 来自他对地缘政治的历史认知 也是他致力于多边主义 多元对话的坚持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1996年造访以色列时 在耶路撒冷旧城 面对着想要和他握手的巴勒斯坦人 他激烈斥责 过分保护他的以色列警卫 什么你愿意 我回到我的航空 回到美国 这是什么你愿意 然后让他们去 让他们去 没有问题 这不是一个技术 这是一个批准 在这时我当时在纪录室 我们说我们接受 一避免避免避免 有一个热门 或一闪 然后一半钟后 所有电视 都在美国 和英国 等 9月26日 西哈克过世的消息 传到了正在纽约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行动大会 2002年 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地球峰会上 西哈克就已经提出严重警告 他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有起伏高低 有胜利 也有失败 但是让这些法国人 愿意在一个英语绵绵的星期天 安静地等上六个小时 向他道别的 是一个超越政治党派 和执政胜败的领袖 是无关选票 不投其所好 直言不贵 独立而自由的西哈克 正如同这些耐心等待 向他质疑的人潮 是这场隆重送末 计划周详的博山中 被动人的意外 在拿破轮行动之外 迎接灵鹫的 是一路上不断的掌声 穿越塞纳河时 巴黎圣母院失火之后 首度民众之一 来到巴黎祖安的教堂 除了法国的各界政要人士 全世界有三十多位国家元首 出席了习哈克的追思礼拜 唯一被拒绝出席的 是玛琳勒蓬等级右派人士 马克宏特别安排了 长期致力于以色列 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 犹太籍指挥家及钢琴家 巴伦伯伊姆 演奏舒伯特的乐曲 来伴随习哈克的最后一程 但是习哈克并没有离开巴黎 这座博物馆 隐藏了习哈克真正的秘密 那就是他对世界初创艺术的热爱 但是他从来没有以此来包装 美化或行销自己 习哈克在1995年当选首任总统之后 不到一个月 就开始筹备这座 以非洲 美洲和亚洲各民族的 出创艺术作品为主的博物馆 因为他觉得巴黎现有所有的美术馆 都是对于以欧洲文明为主的自恋性收藏 他坚信巴黎需要一座 开放给非西方文化和艺术作品的博物馆 在这个大多数政客为了选票 毫不犹豫戴上假面具来取悦讨好选民 甚至不惜欺骗和挑拨分化 来获取胜利的时代 习哈克的故事 就像这些动人的古老面具 只能被小心地保存在博物馆里 见证了某种政治艺术的消失灭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